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也是时候去进入这个市场 去服务我们的客户 又到四个时候了 我讨厌啊 博士 刚才我们看过豪宅过来也很近了 所以其实黄金海岸 这个黄金海岸的商场 其实也是属于配套之一 我经常说买楼都要看配套 很饿我呢 这里你熟不熟吗 熟 我在旁边住的嘛 我经常来 我逢星路星日都来 这个黄金海岸的商场很棒 有很多不同的餐厅 日本餐 意大利 这个中东菜 选了一间中东菜 这间中东菜晚上很棒 其实有些坐室外的 不过我们太晚来了 室外已经被人坐了 坐室外很棒 坐室外是可以看着游艇 全海景 是全海景加游艇 加游艇 而那些游艇 我认为每个都要超级的游艇 全部都是超级游艇 刚刚发生这个位置 全香港真的只有这个地方 可以在这里行商场 吃东西 看着游艇 近距离 其他的游艇会 多数都是进入游艇会才能看得到 即是是Member 是Member 很高级 很多Member Free 但这里不是很平民价 我们今天进来的餐厅 它挺好 它下午也是平民价 是平民价 我们现在的设计午餐 是吗 你那个是什么 我一个是卡本尼 意粉 98元而已 但有汤有沙拉 有狂针的罗冻汤 狂针罗冻汤 狂笔的沙拉 狂笔的沙拉 还包了一杯冻饮 你打扒 你游得冻游得 是的 那我最 我要最贵的 安格斯西拉 都是148元的 嗯 平时去酒店吃个lunch 泡飞 沙拉巴 都已经要整个水了 要啊 有沙拉 你看沙拉很棒啊 有烟鸭胸啊 有烧烤啊 现在拍给大家看 好了 我们一边吃一边跟大观众聊好吗 有烧烤啊 那 那些观众很喜欢看我吃东西的 不知为什么呢 我其实是很喜欢的 一边吃一边怕 很棒啊 因为我吃东西呢 我就不怕丑的 哎 食相一出来了 好吃就好吃的了 真实啊 这个我叫到一个五成的 140多元而已 平时西南 平时西南两百多元 下午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 所以便宜一点啊 这个价钱在黄金海岸 这么漂亮的餐厅 对着游艇会 看了全海景 它煎得很香 煎得很香是吗 还有你观众不知道啊 我们其实看到外面 全部坐得爆了 坐得爆了 刚才我们说想坐外面 也没有 麻烦你进室内 是啊 如果晚上来呢 记住早点 因为如果下午坐外面 好像这些呢 曬太阳也挺正的 嗯 环境一流 一流 嗯 所以很多香港人 像是内地人呢 其实不是很清楚 我们西九龙呢 有黄金海岸呢 你们来说 嗯 嗯 看一看吧 那以前我喜欢来的 因为你知道那时候 就是内地自由行 很多时候我们出 煎鱼水出旺角就很多人了 嗯 其实我家人也很喜欢 带着这些孙来这里的 嗯 黄金海岸 所以我也很熟 我知道博士很疼孙的 是呀 去到年纪是这样的 就是疼孙的 我简单说过这个黄金海岸 黄金海岸这里 第一次去到一个 就是黄金海岸的游艇会 嗯 而这些游艇会的会值都不贵 几十万而已 嗯 如果你玩船 或者就算你不玩船 你入国会 其实也很多次才有 有露天游泳池 有很多儿童的游乐场 有西餐 有中餐 但是其实呢 你也未必需要入游艇会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在旁边的商场 有一个很漂亮的街道 是呀 海边 有逛街 很多餐厅 便利店 超级市场 我也有来买东西 是呀 茶餐厅 还要你泊车 还不知买东西 又免费泊车 所以很棒 我通常来到这里 我就会和 我们会走到黄金海岸酒店 嗯 接着再走去黄金海岸 沙坛 就整天很好玩的 你吃又在这里 玩又在这里 就是去厕所都可以在这里 嗯 我通常最喜欢走去黄金海岸酒店 去用它的厕所 有干净又漂亮的 舒服啊嘛 滑下手 不升级 所以这里是一个很好的配套来的 嗯嗯嗯 其实我认为黄金海岸这头 就是叫做 或者叫做数管区 或者叫做三星 其实这里的楼价是偏低的 因为这里的环境和质素 其实这楼价应该贵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向内地或者海外的买家 就不太留意这个区 嗯 所以这个区似乎是比较多享用熟悉 或者我们这些住开西九龙的人会知道 比如住团会知道 其实这个区是 我觉得第一楼价不是不贵的 很多人就觉得不方便 其实不是不方便的 因为这个巴士车车车是什么都有了 全部都出了九龙啊 香港好 没错 而且所有这里的屋邨 很多都有一些直东巴士 就去到西町站 是啊 那么开车就无敌方便的了 但算你不开车 你刚才我试 试跟 好笑啊 还好笑秘密 搭巴士 是啊 我问博士 我问博士 多久没有乘过巴士 接着我们立刻拍张照 打卡 就记录 就记录 车车车真的少乘过巴士 是不是 因为过来 我就搭车车在会所 我特意过去去体验一下 嗯 就是周边环境是什么 这个扒好吃啊 好汁 沙律也很好吃啊 它沙律虽然是免费赠送 但是它一点都不压 它是很有食物 还有新鲜grill 你看它全部都是新鲜 是啊 嗯 很好吃啊 嗯 嗯 嗯 以它这样的价钱 其实 有沙律呢 真的 值得了 那锅送汤也很棒 当然啦 我来到这里 我一定会喝啤酒 像澳洲那样不吃的 吃一杯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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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已 很寂寞啊 什么 Holgarden Holgarden 啊 哇 哇 哇 很舒畅 没问题 待會再和她看盤 已經充滿了電了 哇 真的真是 剛才真的 講回正題了 剛才真的和她看完這個單位 我沒看之前 我看資料就覺得很順 我看完之後真的覺得更順 我不是賣廣告 真是賣廣告 你帶我看這麼多個盤 這個盤 我覺得真的最值得賣 是不是? 因為我偷偷看的時候 我只是看她的三房兩次 已經覺得都值得了 已經一千萬 我沒想到天板是這樣 又大 我真的沒想到天板 天板是驚喜來的 這麼大的天板 這麼漂亮 景觀是360度 我真的沒想到是這樣 所以你還要帶我去看車位 車位還有蓋 連車位 還要在升降機旁邊 很完美 當然大家看完之後覺得很足夠 現在我就開始想分享了 其實我不怕跟大家說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其實我住在美股 我打藍牙就認識那些波友 有些波友是做裝修的 當時我們和那些裝修的波友 我們就夾錢一起投資 怎樣投資呢? 很厲害 很有智慧 大家都知道美股是舊樓 我們就最喜歡選一些很舊的樓 裝修熔熔爛爛 總之很多人看完都不會買那些 是 變成它的價錢就會特別便宜 特別便宜 跟著我們就買完回來之後 跟著我們做回個裝修 做回裝修 其實坦白說 我們算過了數 真是精算師 其實呢 通常業主因為他的裝修不漂亮 他被迫 他的價錢要賣低於市場上的價錢 因為你這個是市場 你賣貴沒有人買 那你也要便宜賣 因為他沒有做過一些吸引的地方 很多時候都看完不會買 或者還很便宜的價錢 所以業主被迫都要賣便宜一點 我說他便宜的差價 絕對給你拿那塊錢來做裝修 一定是更加多 你明白嗎 譬如他賣便宜一百萬 是 可能你等二三十萬去裝修 那可能一分鐘 你便可以賣貴那一百萬 是 我們那時投資就這樣 我們就買這些舊樓回來 底下的那些 跟著我們就整裝修 整裝修呢 我們就去賣 一定賣貴一些 那就賺個差價 賺個差價 甚至乎有時候我們在中間 可能這陣子的市場差一些 我們便租出去先 就是裝修好 我們租出去先 收一個比較貴的租金 跟著連租又去賣就行 這個是我做了三 即是那時我做了三單 都賺了多少錢 咦 博士 哇 悲機來的 這些就是投資方式 這些就是投資方式 那好像剛才我剛才說 所以我反而就說 沖長兩類的產品 一類產品就是 除非你走進去 哇 裝修好漂亮 這些華華身 覺得很漂亮 已經不用怎麼搞 你都適合的 當然OK 那你肯定加分 可能貴一點點你都會買 但是如果你進去 覺得這裏的裝修 可能又不適合 即殘舊一點 你買完之後 你都要去加裝修 我覺得你不如選一些 真的殘些 你拆掉它 我現在呢 我又講故事 當時 都是跟屯門有關的 因為很多年前 以前 個個都認為屯門的樓價很便宜的 其實當時連電台的觀眾 都會說 博士 你經常講大陸樓 如果香港樓買到哪裏 我當時就是跟人家說 屯門 黃金康是一帶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消息出來 會有這個 那個叫做深圳灣大橋 深圳灣大橋 那我就想 有深圳灣大橋 和深圳就很緊密 當時我就走進來屯門買 我買了全香港 真是全香港最便宜的一間厚市 哇 三層的厚市 連上車位 說著不用七八萬港幣 你信不信 哇 三層的厚市 那你想一下我現在升了多少 三層的厚市 我講的那個花園 大家有看過 我講的那個花園 是千多兩千呎 是 是吧 那就是 哇 博士真的算到數 所以 有時人氣就是我 就是我取 是吧 有時可能這些不是這樣 屯門 搞錯屯門 但是反而你有眼光色隔 好像剛才這些產品 他其實最不順眼就是那些裝修 坦白說 所以裝修我也不多拍 大家都不需要我再拍一些近一點的鏡 因為那些裝修 我覺得你買了之後 那些裝修都拆掉了 嗯 將它的跡改改去 改到更加好用更加適用 因為那個天然環境很好 景觀 地點 交通 商場配套 全部 這些基本條件是ok的 是啊 你只不過那個裝修 你不適合看 是啊 現在它便宜了那麼多 那你拿那個 跌了價的小部分出來 就已經可以重新做一個裝修 你分享了一些秘技 之餘我們找了四至五間銀行去股價 哦 四間都股特價 哦股特價的 股特價 哦 那它真是under market price 是啊 還要是它銀行股價的時候 它現在是那個頂樓田天台的嘛 銀行股特價呢 它還沒有計算過車位 嗯 那你想想那件事是多誇張 起碼那些頭 當然啦 所以價錢不用說 股特價 是啊 股特價 是啊 還有呢 屯門近期真的 那個發展也挺好 是啊 配套員越多 不用說屯門我喜歡的地方 就是一環點優美 就是玩到它在這邊玩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好 還有呢 逢星期六日呢 你猜都猜不到 就算現在疫情呢 你走去那些商場呢 人山人海 真的哦 嗯 全部都是Dongy Donkey開了啦 那裏是人山人海啦 其實你幾乎呢 你一致日呢 你見到屯門呢 那個人流的方面呢 其實跟平少差不多 沒什麽特別減少了的 就算疫情它都很多人出街 就是每個人講 剛才你說銀行股足價 是啊 那如果真的我買家想要做一下 按結都可以 做特價 股特價 ok ok 做到 那好啊 所以其實這個盤 我覺得很適合 你是投資者也適合 就像剛才我那樣 辦裝修 然後賺差價 或者你買來自住 做一個個性化裝修 做得適合你 心水為止 是不是 或者有些內地的觀眾 有些內地客 都在喉一些筍東西 沒錯 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內地客 你這件真的是筍東西 因為其實我想很多內地客 都不知道原來香港有黃金海岸 這個地方 大家看到一些鏡頭 黃金海岸很漂亮 無論你是內地的顧客 你買來慢慢過來 可能度假住一下 或者作為一個投資 慢慢租出去 都是沒問題的 好嗎 差不多了 這個本我真的很喜歡 極力推介給大家 如果大家要知道資料 找Lora 可以我們二維碼 還有打電話給我們 一樣的歌曲 就可以安排直播看一樓 看一樓 看一樓 是不是真的這麼漂亮 OK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因為這個午餐很棒 讓Lora慢慢享受一下 好 我們吃東西了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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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